欢迎各位光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资格赛、复赛、OP组第二场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文子鑫 在此,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正方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原生家庭批判正在让年轻人更幸福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养轻松之正气 发竹眉之风骨 替山河装成简秀 把国土惠臣丹青 智方一辩张罗韵 智方二辩杨清爽 下午好,智方三辩张志仁 正方四辩侯成林代表正方北京林业大学小伯伦队问候大家下午好 阪方是来自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原生家庭批判正在让年轻人更不幸福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阪方一辩,复旦大学沐一飞 阪方二辩,复旦大学方正宇 阪方三辩,复旦大学一则舟 阪方四辩曹龙岩,复旦大学校辩论队问候在线各位下午好 在认试了双方变手之后,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 在比赛,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将有两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资格赛,复赛,OP组第二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词一环节,有请正方一辩,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好,谢谢主席,请问可以听清吗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请发言 好的,谢谢主席,各位好 根据哲学家福科的论述,批判是主体对权力的质疑 是主体的反抗与反思,是对主体的屈从状态的解除 批判是一种不被统治的艺术,而原生家庭批判是一种社会现象 诸如在知乎微博这样网络社群中,网友们的回答和分享 又或者是像都挺好,这种以原生家庭为主题的电视剧 都是原生家庭批判这一社会现象的表现形式 而受此影响,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更加的敢于去表达和父母的反对意见 指出父母的错误,我方认为这样的转变正在让我们更加幸福 具体论述如下,首先原生家庭批判有助于我们指出和改变父母存在的错误观念 让我们更加幸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命不可为 家庭中长辈享有绝对正确的权威,使得我们在个人层面很难有勇气去质疑父母的决定 与此同时,家丑不可外扬的社会风气也使得即使有一两个个体敢于站出来发声 但是更多的人会羞于表达自己的家庭问题,难以形成社会呼应 也就更难带来社会层面的反思 长此以往,长辈很多并不再适用的观念却得以长期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带给我们持续负面的影响 比如,随着年轻人社交节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夜晚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朋友的聚会,辩论队的讨论,夜生活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割舍不开的一部分 然而在父母这一辈的认知中,半夜不回家就是一定不干好事 关了灯的城市充斥着暴力色情 孩子要是在晚上还不回家,轻则深陷麻烦,遭遇绑架 重则直接成为了黑社会的一份子 所以一过了晚上九点,家长便给孩子打去夺命连环扣 剥夺了孩子几乎所有的夜晚自由 这份因担心和错误认知而起的绑架带给了孩子深深的不幸福 面对这样的困境,原生家庭批判 使得孩子敢于旗帜鲜明地告诉父母 你们想错了,我不是去干那样的事情 你们也不应该这样打扰我的生活 只有这样态度坚决地批判才能引起父母足够的重视 进而寻求到改变父母观念和行为的可能 其次,原生家庭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知自我,带来幸福 根据积极心理学的论述 无力感和自我否定是不幸福的一个重要来源 同样都是谈恋爱 为什么只有我每次都不懂边界把自己搞得非常狼狈 是不是我就是个恋爱佬,就是不适合谈恋爱啊 然而原生家庭批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不同视角 或许可能从小家庭关爱的缺失 养成了我在爱情中把恋人当成救命稻草的倾向 这不是我不行,也不是我不配获得爱情 这是这样从小的生活环境长大中的我 可能短时间内就是没有办法在爱情中变得洒脱 这不是我的问题 只是成长环境给我塑造出的一个特点 我不必追求一段潇洒自如的恋情 因为或许,同样小心翼翼的面人才是更适合我的那个人 同样的,在父母打压的环境中长大的我 不必强求高超的创造力 一份要求细致谨慎的工作 也许反而更加适合我 原生家庭批判 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 更有助于我们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因此更靠近幸福 以上 感谢正方一辩 有请反方四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同学,批判是什么 根据我方 根据福科的论述 批判是对主体对权力的质疑 反抗反思 仅仅因为它是福科的论述 就构成了您方所有的背景 所以说我们都认同 它至少要否认那个原先的体系 并且你要对抗它 对吧 强调的是我们对原生家庭原有的这种权威与语境的一个反思 所以说反思等于批判 反思是批判的重要的体现 比方说你方自己说的知乎微博上的现状 他批评的是这个原生家庭我现在完全受不了了 这个事情跟反思有什么关系 那只是在网络上面呈现出来的 背后其实本质上是我们在思考 为什么家长的权威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如此负面的影响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现状 它为什么不可能只是一个抱怨 抱怨它也存 它可能也存在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批判所有的表现形 OK也存在就行 所以说反思跟批判不是一定挂钩的 接下来我问你 在宁方看来批判这样一种态度 它跟家庭原生的原来的这种相处模式有没有区别 一般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讲 父母是权威的存在 对于孩子而言 他本身是没有反抗父母的这种本身的意识 这不是与生俱来 为什么父母可不可以是对我充满关心 温情默默 但也有一点霸道的可不可以 但是我们要看现状 在中国的原生家庭当中 绝大多数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绝大多数这是女方论证的 所以说女方觉得我们现在的家庭已经不温情默默了 所以说基本上这样的态度跟温情默默 至少是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没问题吧 温情默默和父母高压打压我是可以共存的 家庭生活本就是负担的 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没问题吧 温情默默当中也有可能是一种情感绑架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你要反思的东西 您说 同学我在问什么 您可以重述一下您的问题 你看啊 就是否认对抗这样的相处方式 跟家庭原先温情默默的相处方式 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对吧 我如果我要去反抗的是原生家庭 他带给我的伤害 家庭环境 这个不是根本问题 大家听明白了 你批判你妈跟你妈说跟你说妈妈抱抱 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接下来进情方论点 你告诉我的是某种转变让我们更幸福 这种转变你可以再念一下吗 转变 我们说的转变主要讲的就是形成自我认知 形成自我认知 是不是一定是原生家庭批判带来的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父母来压制我 父母想要把他的权威全部压在我身上 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原来觉得父母打电话 错我回家是父母在压制我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治安变好了 我们的晚上不再那么让人担心了 所以说父母这个时候才不会这样强加于你 才形成了现在这样更好的相处模式 但是父母他仍然还是 他的思维没有变的 他的父母的思维没有变 我如果说不去主动告诉父母 我不去批判不去反思 我如何来改变父母对我这种负面的影响 就是现状变好了 你不骂你的父母 你不批判 你不跟他对抗 他一定不会变好 是宁方的态度 我们今天想说的是 父母的思想观念 他们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 今天这个社会的大环境 对父母他们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们探讨的是 父母与我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以说宁方接下来要论证 现实的改变 不会让他变好 而必须跟父母对抗批判 才可能让父母的观念变化 接下来问你 你第二个论点告诉我 接纳自己对吧 接纳我们强调的是 要能够做到一种精神独立 这和反抗和否认的批判 有什么关系 因为父母是权威 父母一直想要把我塑造成 他们想要的样子 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听明白了 所以我们发现 对方便有所谓的方法论 叫接纳自己 这个东西跟原先的批判 也没有本质关系 我的质询问完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龙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3分58秒 反方时间所剩14分52秒 下面 有请反方一便进行陈词一环节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清吗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谢谢主席大家好 2007年争议一项巨大的 心理学家伍志宏 用原生家庭概念 解读家庭为何会伤人 这个名词就此进入大众视野 2008年 豆瓣父母接祸害小组的创建 则标志着原生家庭批判 正式浮输水面 该小组中一度有高达 12万的年轻人 日夜倾诉对父母的怨恨 2019年 家庭伦理句都挺好 则彻底引爆了互联网上 对原生家庭的讨论 对此 心理学专业人士指出 对原生家庭问题的讨论 自带大量的认知偏差和谬误 沦为伪心理学的温床 由此延伸出原生家庭批判的 两大代表性论调 一 原生家庭祸害论 强调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问题之大 二 原生家庭决定论 凸显父母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之深 现状下 根据人大对原生家庭能决定一生吗 话题下12条高频热门微博的 2万多条评论所做的词评统计 我方发现 原生家庭批判 恰恰就是基于原生家庭祸害论 和原生家庭决定论 控诉原生家庭存在的性别歧视 不良教育习惯和糟糕经济状况等问题 为子女带来了自卑 敏感 没有安全感 恐婚等身心避害 我方之所以认为 原生家庭批判正在让年轻人更不幸福 理由有二 首先 现状下的原生家庭批判 会让年轻人在负面情绪的指引下 对父母的作为产生认知偏差 过度归咎父母 进而加剧于父母的冲突 深化对父母的怨恨 损害家庭关系 批判原生家庭的年轻人 动力主要源于自身的童年阴影或创伤 往往带着很强的预设和情绪 看待问题 这会导致认知心理学上的动机性推理 这些受伤的年轻人 为了得出预设的结论 会忽视甚至歪曲父母的真实行为 当我渴望证明父母苛待我时 父母的任何举止都是个错 为了安全 规定我十点前回家成了控制欲太强 考试失利时批评我不努力 成了语言暴力 而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凯文 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许多严重心理障碍的青少年 只是因为将各种问题都归咎于父母 从而始终生活在怨恨和愤怒的囚龙之中 难以开启正常的人生 有的甚至通过自残自杀来报复父母 其次 以批判施家与原生家庭 颠覆了亲子关系 这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中 原本以包容理解和谐共处的血缘纽带 来弥合冲突解决问题的底层逻辑 让年轻人丧失了人生幸福的保障 根据2011年提出的人际关系环状模型 人在家庭中所能获得的幸福感 与家庭成员间相互适应性和亲密关系 亲密程度正相关 而与家庭成员的行为是非价值判断 并无直接关系 一项针对北京3000多位青少年的调查显示 仅有5%不到的受访者表示和父母少有摩擦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沟通谅解得到解决 而原生家庭批判则以划分对错 制造对立作为解决问题的其手势 这就打破了家庭生活中原本所应有的和谐状态 当家庭成员的相处进入计较指责归咎的模式 温情默默的轻松氛围便不复存在 家庭作为人生的避风港和加油站的地位 也就遭到了破坏 而在家庭矛盾广泛存在的情况下 原生家庭批判思维模式带来的伤害 是普遍的根本的综上感谢 感谢反方一遍 有请正方四遍对反方一遍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你好正方四遍请可以听清吗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反方一遍请问可以听清吗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持人 你好 我先说几个前提性问题 有别的方法可以达致幸福 能够否认批判可以达致幸福吗 批判是一种会带来伤害的方式 所以有别的方法就不要用这种方式 对 关键是在于你要论症伤害 只是有别的方法不能够否认批判 可以带来幸福 我来问你第二个前提问题 你说不能去原生家庭决定论 那你否认原生家庭总会对我们的未来的成长 和人格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你总不否认吧 就可能不是完全决定 这是宁方需要论证的东西 它到底有没有影响 影响有多大 我没有听到宁方的论证 原生家庭对人的成长有影响 这个东西需要论证吗 这个常识你可以接受吗 宁方是希望通过这种影响来反馈到 比如说我十年二十年后 我的性格我的处事方式还有影响 如果是这个影响的话 我没有讲到那么靠后 我没有讲到那么靠后 我的意思是有影响有很大影响 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本来都存在学术争议 所以我觉得宁方是需要给出证据 我才能继续往下回答的 如果宁方继续想要推进的例子是 像宁方说的 我这么问吧 在心理学研究上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 童年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 长大之后可能会更加自卑和敏感 这个有问题吗 自卑和敏感在宁方也承认的 互联网语境下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所以我不能保证宁方举出来的例子 都符合这条逻辑 我这是互联网语境吗 就是心理学研究就证明 童年的时候缺少陪伴 长大之后可能会更加安全感缺失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你打算否认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吗 我方觉得没有问题 这也可以证明家庭很重要 所以虽然不是决定论 但是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对我的人生塑造非常重要 这个前提你可以认可我们达成共识 往下来讲 比如说批判 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去批判 右倾思想错误 指的是我单纯抱怨和吐槽右倾思想吗 不是不是 宁方前一个没有达成共识 我只是承认家庭很重要 但是我没有承认 它对我以后的人生有决定性的影响 想不决定很重要 有很大影响 这个可以 那你回答我后面这个问题 它不一定要决定性的影响 这宁方要补充论证 后面那个问题 批判不一定是吐槽或者抱怨 那它表示是一种态度上否定批驳 然后行动上要制造对立和斗争 对对对 所以我在这个右倾思想错误的例子里 我们会发现在常识语听下 批判本身就是经过思考之后 有理有据的指出错误 跟那种单纯的抱怨 然后单纯的去喷吐槽是不一样的 我再往下来问 你告诉我说 负面情绪可能会过度归咎父母 你是怎么认证这一点 在现实层面有什么印象吗 不是对方你不要强劫 右倾思想是因为你提的这个词 本身很有门槛 但是原生家庭批判 这个大家都可以张口就来 不一定和反思挂钩 OKOK 然后我回答你后面这个问题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一定会归咎呢 我给你的激励叫做 认知心理学上的动机性推理 你希望期待我更详细的解释 我的意思是 我想听一下现实层面上 你认为谁是这么归咎的 或者说你有没有现实层面的举证 比如说互联网上 你认为什么样的话语 或者说什么样的讨论 有呀有呀 我方引证的就是 人大新闻系做的权威的词评统计 他告诉我们年轻人 在互联网上的样态 就是抱怨自己所受的 原生家庭之苦 好 我问一个很基本逻辑问题 我在互联网上抱怨极端 等于我在现实中一定如此 我们那么多人都喜欢 在微博上面倒垃圾倒情绪 等于我在现实当中 一定就是这样的人了 那您方刚一变高里 为什么要承认 也要讨论微博小红书 这样一些互联网语境 这不是我们共同答案 所以我只是在告诉你 你举的互联网上的讨论 即便可能极端 即便可能暴力 可是它不能够 反正我在现实当中 一定会如此 我就往那里感谢 不对 您方今天讨论的 也是一个互联网上的现象 当然要看它的互联网上的样态 就先结束 感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龙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11分45秒 反方时间所剩 11分40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周方二边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周方二边麦克风测试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的 谢谢主席 主任 今天对方论调整理下来只有一个 他们方所讲的一切的原生家庭批判 都是我们孩子在预设一个对的场景 是我们在知道对立 可是现状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来仔细地看一看 根据2022年抑郁症蓝皮书上说 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高达9600万 其中有68%是由于家庭气力的关系 而引发的 在这9600万中 有50%的抑郁症患者是在校学生 而在这50%里面 有63%的患者在家庭中 感受到了严苛控制 忽视 缺乏关爱 以及冲突和家暴 根据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来 6亿的青年人口中 每10个人就已经有一个 达到了病理程度 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方没有看出来 是我们孩子在知道对立 而是中国的原生家庭 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的讨论上 看到有的父母从小对孩子 进行批评式教育 非常不堪的各种语言 全都用上 导致父女的关系 出现重大的隔阂 有的父母对孩子各种控制 比如在豆瓣中 原生家庭相关话题下 有网友分享说 自己直到成年 还在深受原生家庭的控制 父亲控制他去选择 极度安稳的工作 他妥协后才发现 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 自己也不喜欢 这种您方也觉得 是还是在预设一种 对立的场景 我方认为不是的 而是现在确实存在着 很多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方再来给您 看一看网络上的环境 究竟是怎么样的 像您方刚才在意见稿中 提到的那个豆瓣中的 父母接祸害小组 其实我方有查阅过 这个小组的种种推文 他的老组员 是会劝说你这些新组员的 他说你们还没有到 我们原生家庭 这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你们还是可以和父母 去指出他们的不对 让他们去改变的 所以你发现没有 互联网上并不是 全都像女方说的那种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 无脑的去制造 对每个人都是无脑的 在辱骂这个父母 而且网络上的这些情绪 其实并不会 轻易到我们的现实中 我们在网络上 发现了我们的情绪 其实更有助于 我们在现实中 以更稳定和更好的方法 去解决我们家庭中的 种种问题 感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 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请可以听到吗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麦克风测试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同学 你觉得原生家庭 对人的影响 大到什么程度 您方必须用批判来解决 这已经大到 有那么多的人 都因为原生家庭的 这些控制 忽视 冲突 已经到了抑郁的程度了 这已经很严重了 同学打断一下 您方告诉我 原生家庭造成焦虑 我方立论告诉你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 徐凯文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许多严重心理炸异的性肖年 正是因为将各种问题 归咎于父母 是不是批判 让他们更不幸福 首先第一点 我们没有发现 所有的人都把 自己身上存在的各种问题 归咎于原生家庭 反正原生家庭 确实是有问题的 同学打断一下 所以批判本身的行为 会不会让我变得更不幸福 批判本身行为 为什么会带来更不幸福呢 我方反而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导向幸福 可以导向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 我方学理给你方举证 所以我进步往下问你 你方告诉我 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那今天我方看到 美国明尼苏大大学 心理学家 佳琪和梅里伍克 通过对儿童 抗逆力的最终研究发现 家庭环境因素 对一个人成功 并没有决定性 是不是后天的影响 也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个问题 您方刚才讲的 那个根本就不是学理论中 第二点 您方刚才讲的 那份数据是美国的 它的家庭模式 和我们中国的不一样 中国的是 父母父辈的话语权是极高的 我们所做的是 遵从和依赖 他们希望对我们 进行控制和管教 而美国的家庭模式 更偏向于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方觉得 您刚才那个数据 举证并不合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您方有没有进一步 举证告诉我 说在中国的家庭范式之下 我就是呈现一个 高压的样态 所以我必须要批判 不是所有的家庭 都呈现出高压 而是中国家庭这种特点 就是造就了 很多家庭都呈现 这样的特点 比如说刚才我们 举的那个抑郁症里面 就是有63%的前生患者 感受到了严苛控制 以及冲突 预证的问题已经聊完了 所以你方觉得 只有批判才能解决 中国家庭带来的 这些原生家庭问题 对吧 批判在我们中国 原生家庭问题 是有独特的效应的 因为批判 同学打断一下 为什么我不批判 就发现不了问题 带来不了反思 不批判 当然我在脑子里想一想 我也有可能达成反思 可是我方跟您说了 我们是在这种 话语型体系下 我们向更高的话语型 去挑战 所以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你方也要看 当下批判的样态 长什么样子 你方一遍告诉我 说要处理夜生活的问题 我具体进你的 你的例子问你 在夜生活的问题当中 你怎么打算进行批判 夜生活的问题 其实并不只是说 它让我回家的问题 而是在背后体现了一种 控制我 掌控我 人生自由的问题 我作为一个 已经20岁的成年人 我问同学打断一下 我问的问题是 你怎么进行批判 在这个问题当中 批判就是首先 坚定地表示出反对 指出它的问题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 我可以非常严肃地 跟我妈妈讲说 我认为你这种行为 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来限制我的自由 所以这个是沟通和讲道理 跟批判的样态是 批判是旗帜鲜明的反对 跟普通的沟通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问题 你方觉得 现状上网络上 大家走的都是你方觉得 辅合批判的那个路径 还是理性批判的路径 论证一下 我方觉得不需要论证 全都是只需要论证 大部分的样态 比如说我们在微博的一个 500多万阅读量 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 下面的这顶微博里面 就可以发现 那些下面的评论 只有一条是说 你去干它们吧 现状下不一样 可以打断一下 方统计了微博小红书 原先家庭批判的例子 发现60%到70% 都是较为泛化主观 且情绪化的 对于家庭和父母的责备 所以我进不往下问你 你称奇让告诉我说 我在网上可以是极端的 现实可以是理性的 为什么 我怀疑您方刚才 举证数据的合理性 第二个 我方已经给您 我方已经给您 迅说了 我在网络上的 这种情绪发泄 真是有助于 我调节 在现实中 面对问题的那种情绪的 而且有情绪 是没有问题的 我被不好的对待了 我在网络上 掀写下我自己的情绪 这有问题吗 我觉得反而 同学我问的是什么 我问的是你怎么控制 你的情绪本身 不会传播到现实当中 现实当中 都是理性的批判你方 需要后续举证 问到这里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龙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9分42秒 反方时间所剩 9分36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 进行陈词二环节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可以听到吗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关于批判的定义 对方四变也说 左派批判右派 所以他也承认 批判是一种 加强对立的 这样一种定义 其次 对方今天定义当中 讲的是 福克那种理性的批判 而我方说 一个理想的批判 不能代替现实的批判 你有必要告诉我们 现状下有多少人 可以按照 你方开出的 那个批判的定义 你方开出 那个批判的方法论 去行事 因为这关系到 你方所承诺 给他们的幸福 有多大能做到 其次 我方在这一点上 积极举证 现状上不仅 我方刚刚举过那些证据 还有人大这个新闻的 一个统计 他发现 12条高频热门 微博的2万多条评论 所做的词评统计 都发现 它是基于 你方在问我方 你方想说 原生家庭 对于人的影响 是决定性的 或者说占主要因素的 我方这里有一个数据 告诉你 在原生家庭 对于一个家庭 对于孩子的影响 是占到10% 而其他的因素 是占到90% 你方或许可以 去减证我的数据 在这一点上 你方只有一个 口径的回应 叫做中国的家庭 跟西方的家庭不一样 但是问题在于 你方也 那问题就来了 那中国的家庭 西方那个家庭下面 他也是在讲说 过度控制 导致了这些问题 所以在西方 那些有问题的家庭当中 也存在这样过度控制 而这个数据 恰恰是基于那样的减证 基于那样的实验出来的 第二 你方说 中国是一个高压状态 我方举证就告诉你 根据2017 国民亲子家庭关系报告 就告诉我们 90后父母 比70后和80后父母 更懂得平权 更懂得放权 鼓励孩子自己做主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会积极与他沟通 所以你方有必要举证 现状下 仍然是你说的 那样一种高压的情况 所以现状也不是如此 第二 并且就算是 您方举出 那个中国青年报告数据 告诉我们 现在年轻人存在 这样抑郁症的问题 我方也发现 虚凯文的调查 告诉我们 那些如果在这个 原生家庭案当中 把自己的怨念 过于归咎自己的父母 而放不下 反而可能会加剧 这样的抑郁症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也是应该去往前走 而第三点 您方也承认 批判是要比 父外不幸要比伤害的 我方今天就讲 如果今天我方举证的 其他地带方案 是没有这些伤害的话 那就应该按照 我方的思路 我方举出三个 父外不幸 第一个父外不幸 第一个父外不幸是 这个非理性的 第一个父外不幸 是他给了人 一个目的论的 这样一个认知 偏差的认知方式 这样一种目的认知方式 在心理学上 有一个巴纳姆效应 也就是说 年轻人更愿意去相信 自己主观上 愿意相信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 它就像是一个眼镜 当你戴上之后 你在家庭关系当中 就会更倾向于 去将这些事情 认知为你所认知的样态 这反而会影响 那些本来没有问题的家庭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那些 本来就没有家庭的社会 那个家庭当中 他们可能存在一个问题 他们的家庭幸福 他们原来那样一种家庭 可以给他提供的 抵御孤独感的 给他提供这种意义的 还要给他提供经济支持 心理情绪支持的 这一部分的幸福 被切断了 这一部分也会加剧 这一部分年轻人的不幸福 所以综上 原生家庭批判 中国社会当中存在广泛的 这样一种富外部幸福 我方觉得不应该提倡 谢谢 感谢反方二扁 有请正方三扁 对反方二扁 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同学您好 能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的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张同学 您方有义务在这场比赛 告诉我们一家 现实的互联网的很多批判 都是无脑的把问题 怪罪给父母 对吧 但是正方的 也需要告诉我们 那种理想的批判 你也请完成这个论证 我方刚举证了 比如说人大新闻系 他的12条高频 热门 两万 对 有很多都在控诉 这个控诉是怎么论证到 无脑控诉的 因为这些词评统计当中 他给出了关键词 比如说我的父母亲 就是完全的控制狂 我完全无法与他沟通 这样的词评 得出了结论 叫做他 这是怎么论证 无脑控制的 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父母如果抱持着 他们的一些成就的观点 他就是完全无法沟通 比如说父母就是觉得 同性恋 那个抑郁症 就是你自己想不开 那这个时候 关于这个话题 他其实就是完全无法沟通的 那你是怎么证明 他就是控诉 无脑控诉 不是因为现状的举证 我们看到父母亲是乐意 与你沟通的 而年轻人他们会主观性的认知 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这不就是一个无脑的控诉吗 因为他没有去检证事实 他没有检证事实 你的乐意是怎么统计 什么 抱歉 我没听清楚 如何证明乐意 那这个就是这个数据的统计方法吧 就是2017国民亲家庭亲子关系报告 他就是对这些90后的父母 他们跟这个孩子的调查去做一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调查 可能是通过问卷 可能是通过时间统计 他是有时间统计的 就是陪伴时间 沟通次数 沟通时间 还有这个 首先啊 就是如果你问父母 愿不愿意沟通 很多完全没法沟通的 父母也会告诉你乐意 其次这不是乐不乐意的问题 父母如果秉持这些错误的观念 他本身就是会造成孩子觉得完全无法沟通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事实 如何论这无脑 目前为止没完成 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来问你 今天民方说反思是可以的 那我问你 原生家庭里面很多冲突的语境 反思能解决问题吗 可以 那我们就来具体检证一下 比如说 在500万的一条微博的置顶评论里面 他就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 就是无论我说什么 他都觉得我是在叛逆的 请问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反思 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种时候沟通比起家具 他们的对立会对这个问题 我来问你 父母总无论我说什么 父母总觉得我叛逆 在这个意思里面 叛逆是不是就意味着 父母觉得其实孩子知道我是对的 但我就是偏偏不这么做 来叛逆 父母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方一边搞也 有没有 有没有 不是这个矛盾 判逆是不是意味着 我预设你知道 其实我对 但是你愿意 故意不配合我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有这方面的情况 那我再问 批判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明确的表达 我是对事了 你这个观点就是错的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这点不是 批判绝对不是 批判绝对完全 没有包含着 我觉得你做错了吗 批判也可以错了 批判自己的 所以父母当我们觉得父母 我们只是在叛逆的时候 我方态度鲜明的表达不对 你的观点就是错的 我在批判你的观点 我不是单纯的恶心 你也判逆你 我是在给你讨论对错问题 所以批判其实恰恰 把讨论引导向的就事论事 第二个我问你 很多时候父母可能会潜意识地 害这小孩懂啥呢 这个时候你反思解决啥问题 这种观念的冲突 不就是说明 你反思解决啥问题 父母总把你当小孩 不听你的话 你反思解决啥问题 你可以通过反思去 反思你跟家长时间 我反思我发现 就是确实是父母 很多时候没看到我的影响 然后呢 问题解决了 然后你就去了解父母亲 原来只有他自己一套 我了解了 然后呢 他只是 我了解了 父母其实就是没意识到我长大了 然后呢 通过沟通去 你们两个共同去讨论 对对对 那么来具体简单一下 沟通的场景 在你描述的沟通场景里面 是不是我要旗帜 鲜明地让父母意识到 现在我在批判你的很多成就观念 我是一个大人的身份 我已经长大了 我在跟你讨论那些你的错误的观点 是不是恰恰带来了沟通 你描述是不是这种沟通 对啊 但这跟对面没关系 看这种沟通不就是批判的沟通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单纯的反思没有效果 而批判是有效果的 我问到 这是我讲的很多东西 它不是靠反思 它必须得包含旗帜鲜明的反对 就是要批判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是我问到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啊 就是你说你有一个被害 就是说大家会带来有色眼镜 然后进入会带来伤害 是这样的吗 首先那个上个问题 它要比父外不幸的 你下一个环节解释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讲说 原生戴上批判 大家戴上了有色眼镜 对的 它有一个目的 反方的立场 有没有使得大家戴上眼镜 什么 那对 但是我们说的这种 也戴上了 但有目的论的认知偏差的 你的反方是不是目的论 这是机制性的问题 都有可能让年轻人误判现状 对吧 脆到底啊 咱们就讨论逻辑 都有可能让年轻人误判 正方的误判叫做 没事 觉得有事 反方应该也承担一个误判 叫做 有事 但觉得没事了 对吧 那就要看比例啊 我方发现 好 谢谢 比例是我们刚刚打完的战场 现在我退到底 我们来讨论两种情况 我问你 我方戴上了这个眼镜 引导向的是表达 把问题能暴露出来 眼镜戴错了 还能摘 如果你戴的眼镜是隐形眼镜 父母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戴上这个眼镜 你方是怎么有契机 摘下这个眼镜的呢 不是 首先觉察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批判 我问你 是不是批判 带来更多的表达 更多的表达 带来更多被觉察的可能 而你反对批判 带来更少的表达 没有 我方觉得 我方看到的现实状况 是年轻人是已经 不是现实状况 现实状况我打完了 现在我问的是 这两个词本身的比较 这两个词 我刚刚也说了 就是首先前面 所以我稍微小结一下 就是在这个案例里面 如果逻辑上 都有可能戴眼镜 那好歹我们戴的是 有形的眼镜 导向的表达 更可能被解决 而如果这个眼镜 是隐形眼镜 伤害更大 小结会解释 进一步的工法 问到这里 谢谢 要戴好的眼镜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龙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5分46秒 反方时间所剩 6分34秒 有请工作人员 收取分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接下来进行 质询小结环节 有请反方三遍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当我讲话吗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各位好 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更像是批判的前提 今天澎湃新闻告诉我说 将近80%的年轻人 都意识到 原生家庭有问题 为什么批判 更能发现 您方要举证 而思考本身 又可以独立批判存在 今天您方告诉我 批判是一种 不被统治的艺术 那其实您方 正方的批判 就是把父母当统治者 当我的敌人 为什么在您方 那个定义下 一定会就事论事 我方听不到 那现状下的描摹 除了前面 我们讲过的定义跟学历 我们看一下现状 先让我方查阅了 近百条微博跟小红书 关于原生家庭的 不满跟抱怨 发现批判这个样态 虽然一开始 它可能从一些 特定的角度去阐述 但最终的结论 都会对整个原生家庭 进行控诉式的表达 其中60%到70% 也都是较为泛化 且主观的 对于父母跟家庭的责备 比如说我好累啊 我真的蛮痛恨 我的原生家庭的 以及我和我妈 这辈子都和解不了 它从小到大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的批判 对于您方的主张 解决问题 有什么帮助 它没有在分析问题 我方看不到 所以这是双方 对于现状下 批判描摸的分歧 第二件事情 我方觉得家庭 原生家庭里 存在分歧跟摩擦 太正常了 不是事事 都要竖起批判的大旗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沟通跟谅解来解决 而您方 现在只论证了 原生家庭对我有影响 是抑郁症的问题 而我方 今天徐凯文的研究 也证明了 批判会导致 心理疾病更严重 因为家庭支持 是对心理疾病 最重要的治愈其道 而且戴上了 对立的这种有色眼镜 就是相对来说 不好的那种眼镜 抑郁症是更难康复的 而怨恨父母 会让父母 永远走不出来 所以今天您方 讨论的那个批判的样子 如果最后停留在了 我在网上可以走极端 大道苦舍一通狂批 寻找安慰 回到家里之后 我唯唯诺诺 寻求这个谅解和沟通 我方看不出 你方现实的批判在哪里 我自己爽了之后 心里的抚慰 也只是暂时的 所以我 今天我方想告诉各位的是 在批判的视角下 衡量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失焦的问题 一方面是对成长问题 上的失焦 因为面临的很多问题 不是原型这样带来的 比如你认为 你父母的过渡期 很有可能 你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小孩 或者说青春期的叛逆 而往往把你这种 父母对你的好 当作一种高压跟控制 而清华大学 那个李松卫的研究也指出 被原生家庭烙印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大脑在骗你 因为在目的论的引导下 构建出原生家庭问题 对你来说是一种安慰 而在网上 大量这样的问题 就是归因错误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 原生家庭绝对论 更像是一种借口 无助于你找到 自己面临的一些真问题 也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下来的处境 而另一种失真是什么 是对父母认知的失真 因为现状下 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父母 也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原生家庭 在当下批判这个浪潮之下 你的注意力 如果越集中在原生家庭身上 对普通人的原生家庭 关系的审视越容易失交 可能我本来家庭没什么事 我引用你批判的思路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把别人家的情绪带入自己 回归到自己的家庭相处 对自己家庭相处的 本身的模式是一种迫害 最后今天我发现 因为时代的进步 因为很多父母不用再像 五零六零后父母一样 吃那个时代的苦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很多信息 2017年的国民家庭 亲子关系报告就指出 九零后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 相较于七零后八零后更多 而且出现问题后会及时沟通 而八零后九零后父母 相较于前代 更懂得放权给孩子 让孩子更加独立自主 所以批判的行为 天然将父母跟孩子对立起来 无疑在抹事或者无视或者抹杀父母这种努力 而不离于整个家庭变得更好 这也是我方觉得批判让人更不幸福的地方 感谢 有请正方三变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主席您好 能听见我声音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对方数据讲 九零后的父母才变好 各位你仔细算一下 九零后的父母的孩子 今天还不能上网的 我们今天这道变题讨论的对象 更多是七零后的父母 你讲他们没问题 这有反驳我方任何观点 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人是在怎么思考 首先发现问题是前提 发现问题反而之后 很多时候会直接表达一些 比较微弱的表达 比如说随和一点表达 比如说我觉得你先别这样 可是各位 在原生家庭里面 很多时候这句话不管用 就是很多时候 父母会有些底层的相信 使得这些微弱的表达是没作用的 比如说父母有很多习惯 他可能没有习惯 你已经成年了 所以他没有习惯要跟你沟通观点 他是习惯于去引导你 去塑造你 去规划你的日程 还有一些可能是父母 就是有一些底层的错误认知 比如说他就是觉得抑郁症 就是矫情 他觉得同性恋就是有病 所以父母有很多的障碍 使得我们一开始的 那个比较随和的表达失效 而这个时候问题才来了 我方也愿意沟通 可是各位 这个时候的沟通样 它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旗帜鲜明的 去指出来你的习惯错了 你的相信错了 这个时候批判是进一步的沟通 这个是正常家庭关系 解决的一步一步的来的模型 所以我方今天恰恰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方不是反沟通 我方恰恰是沟通的延续 第二层 在现状之下 尼方非常想用统计数据 打赢这个现状战场 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尼方所描述 可是各位 统计数据你的重点 不能讲那个比例 你要重点讲前提 你这份数据有太多的帽子了 比如说毫无悔感呀 小红书都是泛滥的呀 人民大学什么爬虫 这些问题你一个都不解释 你只是给了一个数字 那我认为没有解决力 哪怕你的数字百分之百 也没有效果 而我方对于现状战场是啥 就是如果呈现了 尼方那样的逻辑 为什么在原生家庭批判里面 我们还能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 比如说老的这个组员 会串新的组员说 你别这样 其实你的问题还没有到 我们这样严重 你是可以交流 你是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在原生家庭批判小组里面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评论说 看到这些才知道 我的家里有多幸福 按照你这个逻辑 不是看到这些以后 我要回事伴我妈了吗 不是把我的理性降低了吗 为什么还能看到 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呢 所以现状之下 你不要妄想靠统计数据打赢 因为你没解释你的统计数据 但是您方解释不了 我方现实中中普遍存在的反例 这是现状之下在战场处理 第三件事情我们来聊幸福 各位家里面的幸福 很多时候就是在吵架中吵出来的 很多时候憋着 其实恰恰不是幸福 不批判 不敢其次鲜明的表达 你错了 其实恰恰导向的是什么 问题的累积 所以我方今天讲说 家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你也跟我共识 父母很多时候会在乎我的 一个特别在乎我的父母 哪怕我批判他批判错了 导致我们的亲密关系破裂 谁长大到今天 没有和父母吵过几次大架 可是吵完了之后 当时一个礼拜可能都不理对面了 那后来我们的亲密关系 不就又结合到了一起 所以在家这个环境里面 很多时候没有完全适合的人 父母也不是选择你 就是你跟你父母 肯定还有很多东西要磨合 可是家里面的磨合 其实就是在一次一次的边界当中 确定的 是一次一次在边界当中 我们明白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原来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很多时候在家这个领域 幸福恰恰是吵出来的 不是憋出来的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龙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2分28秒 反方时间所剩 2分49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 有请正方先发言 我们来看看反方的这个语境究竟能不能成立 很多时候还和和这个在亲密关系里面 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可能有一些困惑 比如说我觉得心情非常低落 可能我就已经出现一些抑郁症的苗头 我想尝试跟父母好好的沟通 可是我们就一句话说 你别矫情了 请问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所以宁方觉得微弱表达在这个时候没作用 为什么跟父母吵架有作用 宁方刚才说 我跟父母吵架是为了更好的磨合 那我批判男权思想 是不是我要跟男权思想磨合 我问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例子聊完 宁方的立场是父母现在跟我说 你别矫情了 怎么办 不是 你别聊完 你自己的口径崩了 所以说首先你拿福科跟我们聊定义 宁方告诉我们的是 福科讲的是反规训 那个父母是你的敌人 你后来又讲叫旗帜先民的指出 对吧 刚刚你又跟我讲 批判是跟他磨合 那我方问你的问题回答一下 我批判资本主义 是不是我跟资本主义磨合 在家的这个环境里面 你跟家人互相的批判 倒上了磨合 你还是没回答我问题 怎么办呢 再问你一遍 我批判男权社会 是为了达倒男权社会 建立平权社会 我怎么家庭 原生家庭批判 就变成跟原生家庭磨合 不是 因为你在家里的骨肉相连的环境里面 我方在事实上质疑的是 批判在很多场域之下的避害 如果来到家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就被消解了 所以更可以在家里面批判 你三遍都没回应 相信你也觉得 这个时候沟通和反思没效果 你只有底层的告诉他 你有一个相信是错的 这个观点 你觉得抑郁症 就是要矫情的这个观点是错的 才可能进一步的讨论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宁方觉得我沟通解决不了 如果我的父母是铁板一块 为什么宁方跟父母吵架批判就能解决 这不是吵架与否的问题 就是更指出来他的问题是错的 是你要告诉他问题的症结 在于宁方有一个错误的相信 我觉得这个例子我聊完了 我在一步聊 就是很多时候父母觉得公务员 可能就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他又一定要让你当公务员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跟你的父母去沟通 不是 所以说结一下 对面已经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定义跳动 接下来我方想请问你的是 在你方的那样的批判的情况下 如果走到最后 你跟父母的关系已经不好了 你原本享受的 我方给你举的那种家庭支持幸福的 那种心理疗愈的那种幸福的过程 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没有 原生家庭会 你见过几个真的把家炒散了 说什么心理治愈就再也不存在了 我觉得在家这个环境里面 你的避害恰恰体现不出来 在一定逼你当公务员这个案例里面 如果你不让父母改变你的工作 应该由他支配的这个认知 你是如何获得幸福的 为什么批判能改变 那也不是由你的批判去解决的 我方讲的是也许别的职业 在社会中我们发现也能收获价值 这个风向自然去改 不是说你批判就解决了 你方也没有论真解释力 所以说我方再问一下 如果我一直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 那么我怎么还会有你方说的那种 在主动跟父母好好沟通 把家当成避风港湾的那样的心态呢 因为很多时候批判能暴露出来 最根本的问题在哪 如果你只是在比如说情绪层面 或者是在语言温和层面 去讨论这些问题 你不旗帜先不能告诉他 说我的工作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而你大胆的去说 你不要再尝试决定我的生活 才带来问题解决的可能 那没关系我听上去 民方全部的解释 就是那批判失效了怎么办 那我问你 如果你以此理由反对批判的话 你觉得沟通有没有 你的替代方案是啥 百分之百有效的方法是啥 问题是意识不到问题 不是你批判的专属 它反而是一个前提 我方在说的就是 你的这种批判有极大的负外部性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去比较一下 不是你的负外部性是啥 我觉得你现在跳了很多 你的避害是啥 我们的避害第一点是给了你认知偏差 第二点是家庭给你的幸福被阻断了 这种幸福是建立于 家和你的紧密联合之中的 第三件事情是你的行动会被停滞 而导致那个问题会被更多的看到 不是我认为我的每一层都出现过反驳 你现在都没处理过我的反驳 所以我想讲的事情是啥呢 就是为啥这个时候批判 很多时候暴露了问题的根源 旗帜鲜明的反对带来解决的可能 我方在这一层你先收一个结论 第二层我愿意跟你讨论 如果父母就是没法改 他就是觉得要操控你的生活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批判父母 以达到自己精神上的独立 不再尝试去跟父母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的一生都是要被父母所控制的 那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 更幸福的态度 其实恰恰是远离父母 对不对 同学我说北大的研究已经指出了 批判会导致你抑郁症更加严重 因为家庭支持是这要心理解决 更重要的渠道 你都跟家庭割裂了 你抑郁症是不是更难好 你是如何论证批判导向 原生家庭割裂的 北大那个教授 他临床研究中的真实案例 就告诉我们很多自杀的人 他不是想要杀死自己 他是想要杀死自己父母的孩子 来警醒父母 报复父母 这种让自己陷入泥道的报复方式 难道不是让他们更不幸福吗 如果你在意家庭的支持 你不去改变父母觉得 你抑郁了就是你矫情的这个观点 你是如何让父母给你提供支持的 台班长我方觉得批判本身也改变不了 我进一步往下问你 你方觉得我方举的现状都是数据统计 没有解释 那你方各地能够支持现状 我必须报告一句 就在我的审局里面 最后变打成这样 是因为反方所有的官方都是躺平 就是那万一你解决不了怎么办 所以我就要退到一个最极端的语境 就是如果你只讨论 如果我连旗帜鲜明的告诉你 都不能再操控我的生活了 父母都不能幡然回物 原来我已经长大了 对于这种加了很多预设前提的 小部分的案例 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我也跟你讨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最极端的情况 我们也应该这个时候 幸福恰恰是远离父母了 因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 你所谓的支持啊 什么精神上的陪伴 本来就没有了 对不对 不是 这是你方论证 因为你有必要去论证 你说的那种批判 跟我方说这种沟通 你的解决力比我大多少 我方积极举证的 就是这个负面的效应很大呀 所以我方看到 这个国外学者的研究 他就表明 你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更多的把关系 怪罪于那个对方 会导致你对这段关系的 满意度下降 导致你在过程当中的 负面情绪上升 这是不是让我更不幸福呢 所以你要看事实 你要看事实 现在父母有没有问题 假设父母的问题就是 一定想让你考公园 一定想操纵你的生活 我方第一层讲说 你要站出来反对这件事情 才有可能获得你的幸福 因为你的人生 如果被操控 是一定不会幸福的 第二层退到底 如果你连旗帜兵 你这么说了 父母都一定要操控你的话 那批判他远离他 我两层讲得很清楚 你方是怎么跟我比的 不是 我方这个时候要告诉你的是 远离他是 你自己想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就像我如果在一段恋情中 受了很大的伤害 我忘记上一个恋情 我远离那个渣男 我却找到一个适合我的人 这跟我批判他 我不停地骂前任 是两码事 所以远离他恰恰是我方的方法论 不是包在你方批判里面的 对不对 我问一下 批判带来远离 批判带来远离的勇气 对吧 如果你不批判父母的话 你一方是不是这个人 会总觉得 反方告诉我了 家和万事兴 我可能还得回去 是不是 只有旗帜下面的批判 对这种极端的 如果就是要操纵你生活的父母 只有旗帜下面的批判 才能给年轻人以勇气远离 不是 哪来的批判带来远离 我不说那几句话 我就不能走 是不是 而且你方的批判 恰恰是增加我与父母的纠缠 就像我有一个难缠的前任 我不断地去进入他的框架和他聊 会不会让我深陷PWA之中 更加走不了了呢 更加难以开启我自己的未来了呢 而且对于您方说的 这样一种社会的整体环境 也不应该是靠这几个受害者 自己发生去解决这个环境 而应该靠整个大环境去改变 由国家或者社会去做一个支持 去真正的改变 而不是靠这些人单纯的诉苦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谢谢大家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在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主经理好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第一个最后再解决一下定义的问题 其实对方在整场比赛有较大的定义跳动 我们一开始手智就拿到的共识 批判是什么 是反抗否认是对抗 宁方福科讲的反规训是什么意思 父母是那个规训者 他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与他抗争 可是怎么怎么聊着聊着到你方三遍 批判就变成了旗帜鲜明的指出 那旗帜鲜明的指出就是指出 他怎么就成了批判呢 换句话说 在你方看来 我们批判男权社会是要掀翻他 但是家庭批判 怎么就变成了吵吵更磨合呢 一方只是说 这是家庭而已 没有更多的解释 宁方两个论点 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怎么打 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 批判让我们更幸福 会让父母改变 但是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第一父母改变是大趋势 8090的父母 普遍就是比过去的那些父母 不那么专制 变得在宁方所期待的情况下更好 第二 如果真的是宁方这样讲的 宁方的批判改变不了他 宁方这些利好自己也要不了 第二个论点 宁方告诉我叫接纳自己 这个其实我问了之后 宁方从头到尾都再也没有碰 因为宁方也知道 接纳自己这个东西 跟我们一开始说的反抗否认 没有任何的关系 拆扬了对面的论点 对面这场比赛开始干什么 开始说大白话 他们说了这样几句大白话 他们说 原生家庭对你是不是有很多影响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对冲 告诉你影响未必大 等等等等 对吧 有很多影响 你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你能不能怪原生家庭 怪一下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行 而有的父母他就是控制力很强 对方全场比赛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那首先我方要告诉大家是 第一 每个原生家庭都有问题 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 王思聪他都会说 哎呀 我是我父母创业的牺牲品 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你方所期待的那个完美的原生家庭 不值得批判的在哪 我方没有看见 第二 恰恰是我方跟你讨论的底层逻辑的问题 就是你方的批判 把这样一种 本来我们也许在沟通中 我们在讨论中 一个家庭成员相互包容 这些一地鸡毛鸡毛蒜皮事件的过程 变成了宁方那个一定要批判的过程 宁方说中国是家庭 就是对孩子有这样的压力 他说还有后半节 中国的老人很相信孩子 中国觉得自己老了孩子 会养自己 会靠自己 这不就是完成了宁方所谓的话语团的转移吗 而且恰恰是宁方这种态度 把家庭单纯的看作一个话语团的游戏 看作对立的双方 争强某一份的利益 这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这让我们放弃了一切 我们可以触手可及的幸福 叫做天伦之乐 当你放弃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当你抱持这样一种态度 你就不再会用那种温情的 妈妈真好的眼光去看待你的父母 最后 哪怕是宁方讨论的那些 真正很糟糕的家庭 我方也用前任谈恋爱的那个例子告诉你 你应该走出去 如果你应该走出去 这不是批判 而如果你越陷越深 恰恰是我方今天觉得更大的悲响 谢谢 感谢反方便手 有请正方四遍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您好 请问可以听清吗 您的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各位 好多方讲到最后万能范式就是沟通和交流就好了 沟通和交流问题就能解决 第一 如果沟通和交流就能解决问题 谁还没表达过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呢 谁还没说过自己不想考公务员呢 可是父母会依然逼着你去考嘛 谁还没说过自己真正喜欢谁呢 可是父母会依然逼着你去相信嘛 这些真正造成心理创伤的人 他是不会讲话嘛 真正造成心理创伤的 不就是因为沟通无果 沟通遇到了杖壁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才造成了心理创伤嘛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父母打心理里没有和你平等的互相交流意见 父母把你当成小孩子 你们两个长期话语权的不平等 他把你当成小孩子没有想听取你的意见 只是想教你带你 只是想教育你 所以才会出现我方小红书和微博具体的两个例子 在小红书上那个网友自己就表示 我曾经看我父母吵架那么多次 甚至是拳打脚踢 我曾经劝过他们能不能去离婚 可是我父母跟我说什么 我不离婚还不全是为了你嘛 然后在这微博的那个例子 几百万的粉丝量的那个例子讲的是什么 当我去跟我的父母无数次尝试沟通 你能不能不要再道德绑架 我能不能不要再控制我的时候 父母跟我说的是什么 你不就是叛逆吗 他本身有一套底层的相信和一个话语权 本身没有办法和你达至真正平等和亲友的沟通 而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批判 旗帜鲜明的指出问题 你们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错的 你们本身就不能控制我的人生 我现在已经长大承认了 我有对我人生自己的控制权 而绝大多数父母对于这样一个长期话语体系的打破 本身就能够促成他们改变了 进一步女方最后的避害就是告诉我说 我可能会导致家庭的割裂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迫害父母 可是庄同学 你的那个干掉资本主义的例子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这个例子 我本身目的就不同 我跟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敌对阵营 所以我批判他是和他越来越敌对 可是我和他的父母本身是同一阵营 我批判他是为了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是越来越团结的 所以女方到最后塑造了一个什么家庭形象 就是每个家庭都很脆弱 每个家庭都如履薄冰 只要吵一次架 我这个家庭就破裂了 可是庄同学 又不听过一句父子没有隔夜丑 从小到大我们跟家里吵架 谁还没说过几次离家出走 可是第二天一早 是不是还是看到早饭摆在桌子上 所以你别怕很多幸福就是吵出来的 那些关系很好 老夫老亲 你没有发现他们很多都是特别爱吵架的 大事小事我们都拿出来吵一吵 这本身就是个观点磨合的过程 有问题你就提出来 有问题你就说出来 咱们好好磨合 共同携手向前 这个才是幸福之道 如果你放到最后就是告诉我忍 告诉我说包容理解 我就强行压下去 因为这叫天伦之乐 那我真的觉得天伦之乐 真的压力山大 感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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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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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也有这种事 我一辈子都不能跟自己爸妈和解了 好糟呀 我现在变成这样的话 我打不好质询 我打不好结编 就是因为我爸妈的问题 然后回家之后我就立刻开始打吵 本来我爸妈对我特别好 然后怎么样 然后开始吵 我说都是你们错 我这辈子都毁了 我以后再也不要回这个家了 我走了 我不是你们老谢谢人了 然后就这样了 我觉得这重点存在太多的奇怪的跳跃了 但是这只是先天不足 其实并不是重点 我觉得重点是 重点是 郑芳指出了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交互制 郑芳讲了这样一件事 在很前置的时候 后续反正也有回应 我先讲那个前置出现问题 郑芳讲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你在网上怎么说 你回家怎么做吗 就是你在网上的时候说 这辈子都不会跟我妈和解了 所以回家你就站你妈对面去说 妈 咱们这辈子 没办法真的成一家人了 会这样吗 就怎么会这样呢 郑芳意思就是 你在网上就是 就跟他一起扒扒呗 那你就说呗 你在网上这怎么情绪 东西 就是跟你真正的去对你家庭 家庭这个关系条件进行一些实践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反方就说 那你就 情绪都这么 都这么情绪化了 你还指望他回家能有什么好脸 郑芳说 可是我觉得这里边郑芳解释了一层就是理由 他为什么会像他那样 郑芳说 就是我在网上 爆开了之后 我情绪就宣泄出去了 我这个 我们姑且称的为气头 就是我这个劲就过去了 那我有可能会更能好好说话 所以为什么一定像反方说 我在网上狂说 然后回家之后也说呢 对呀 就为什么呀 这个两个形象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 确实是需要反方讲一下 就是你的那个 所谓的在网上带了一个滤镜之后 回家之后 为什么你就炸了对吧 就跟吃了炸药一样 就开始在家里面狂呸 他为什么会这样的 而我觉得 这里面郑芳也不是单纯的说 那不是这种可能 郑芳也就是试图解释了 他说为什么会 这个样子 然后他主要就是从这个 叫什么 情绪的这个过渡来看 我觉得这合理的呀 对呀 那这里面其实就对应到反方利率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你觉得在网上 大家情绪化怎么怎么样 那现实中会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当他在网上 非常义愤填膺的意识到自己有一些问题 就是来自于家庭 哪怕他是无中生有 他不压之后会怎么做呢 而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里 我觉得郑芳抓住这个点是在于 就是在后置的环节 郑芳说 你说的那个里面就说大家非常的 什么情绪化 比如说叫对家长的情绪控诉 郑芳意思就是说 他的控诉为什么是不合理的 就为什么是无脑控诉 然后反方说 他说你看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词 比如说跟父母完全不听他说什么 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 郑芳说 对啊 为什么不能是 他就是真的没有 完全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呢 他哪里是无脑 你怎么论证他无脑 我觉得反方这个论据 从今天场上呈现来看 他只能论证人大这本研究证明了 网上在 就是某些场域里表达对 父母或者对原生家庭的态度的时候 大家的用词用语比较激烈 非常的情绪化 但是这个确实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证明 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是一些不合理的 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认为情绪化是有非理性 那我觉得你证明确实成功的 但是 这种非理性的表达状态 为什么是没道理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 对吧 我觉得并不是你理性就是你有道理 你感性就是你没道理 这不是 那所以 正方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 他是个无脑 那既然你没有办法论上他是没道理的 那他为什么不能用这种机动化的方式去 宣显呢 况且从前面来看的话 你又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他在网上这种非常机动 回家也非常机动 对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反方这个第二点 我觉得也被正方 攻击到了 就是我觉得正方的攻击方式大家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正方说 那我有一些沟通方式 就我其实先没能告诉他 你做的不对 我也不需要去骂他 我也不需要去怎么样 就是我告诉你 你这样想不对 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呀他有什么 这怎么就对 突然就对立起来呢 我觉得就像正方讲的 如果你这样跟他讲 他都跟你对立的 那你这些问题就是更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你没有办法拥抱你所谓的什么 幸福家庭啊 或者等等 这种这样的状态 另外一个我觉得正方在机制上 就讲的就是他说 那个 很多的家庭的这个状态是 所谓的叫什么 幸福是吵出来的 不是憋出来的 就是你没跟家里吵架 没弄矛盾吗 那为什么你家庭就是因为 你在一件事情里要分一个对错 然后 你家里突然不和谐呢 我确实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 那反方是怎么补这块 反方没有补 反方就是说 给人感觉就是反方在前面就是说 你都说你爸爸错了 你家庭还想好好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我不太能理解 这个好像 我举一个就是 网上经常抢到这个 原生家庭的例子 就是说 爸妈把你的东西送来了 没有问过你 那比如说 你就跟妈说你说我不喜欢 我不想这样 我东西我都很喜欢的 大家不要送给他们 你这样做不好 然后你妈妈又说 逆子 别回来 放假别回来 滚吧 怎么可能 我实际上不能理解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家长 肯定有 对吧 他就会说 你什么不是我给的 对不对 怎么怎么样 就跟沟通结束了 对吧 那这种你不跟他沟通 你有性质在哪 就是你不批判他 你有什么好性质 你说对不起 是我错了 明明就是爸妈的钱 给我买的东西 我竟然还觉得是我自己 我可能经济学没去明白 私人财产 钱生不可侵犯 对吧 赠予可以收回 你难道能这样想吗 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明白 那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像郑芳讲 他说那我们就吵一吵 然后这事就过去 然后说不定以后就解决了 这有什么问题 他说 家庭中的争讨 其实是一种边界性的模式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讲出了这个 路径是可通的 反方那个从 对错到对立 一直到 不和谐 以及温情打破 那个路径是怎么 怎么购流的 此时脆弱吗 而且是反方构建的前提是那种 本来你就是 你家庭给你幸福保障的 那种家庭 还不是存在原生问题的家庭 我觉得这两个形象是非常 错位的 一个状态 然后 反方进一步的 就是在这个部分进一步下来交换是这样 反方开始抠这个词 反方说你 别以为今天你找了福克 你就了不起了 对吧 然后他说 你这个批判就是 批判不能磨合 就是从自由建议开始 反方就表示批判不能磨合 他说 你批判男权 你难道跟男权磨合吗 你批判资本主义 难道你跟资本主义磨合吗 然后 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根本性的 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他的问题在于 男权 是不是一定是一些人 比如说有些人 重生 叫什么 重生到死 就必须是男权 只要有一天 他不再坚持 男性凝视了 他立刻就死了 有这样的人吗 就是当然可能有一些这个极端的殉道者 可能是这样 那大部分人他不就是我站着这边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抱持男权思想就跟一个父母抱持一个守救关键是一样的 你激烈的批判他的或者跟他的观念对立不代表你们俩人就没法处了 那不然为什么有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这种说法 对吧 就假如说比如说我假如原来是个大男子主义者瞧不起女性 非常的非常的弱智 然后后来呢我经过这个比如经过陈立岳评委 就是陈立岳老师的这个说服 他是个山洞男人 他经过陈立岳老师的说服 他告诉我说 女性能定半边天甚至大半个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男性能挺好 然后他批判了我的观点之后 那我们俩就没办法在世界上一起生活了 那我放弃了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能磨合 这个我觉得他问题是这样的 对吧 你不能跟男权磨合 不代表你不能跟暴时男权思想人磨合 你批判复古又不是单纯批判了这个人 你说就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我不管你什么思想 你怎么想你就是这个人 怎么怎么样 他不是 你所谓的 你原生家批判批判不就是他的事吗 他的价值观吗 我觉得这个根其实在这上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懂类比 但是呢 正方没这样说 不过正方还是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正方说是 这是家 这不一样 就是你们天生关系不一样 你本来不是对立阵营的 你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 所以呢 我批判了你之后我们一样可以磨合 我觉得就是 他是把这个 样态 外在的样态讲出来 就用了另外一个路径来解决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回应掉 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的感觉就是 反方这两个论点在底层上都被正方 就是 抓住了那个 有漏洞的地方 然后呢 指出来 打掉了 然后反方没有及时去补这一块那种 反方总是他讲说 如果你家庭的幸福 因为你的莽撞 而 化成了这个漫天的这个流营 消散了 怎么办 那这也太傻了吧 你感觉自己是不是很傻 我的感觉是确实如果这样很傻 但这件事跟今天的 批判原生家庭有什么关系的 就是他是怎么联系的 包括说你说我带着绿巾或者怎么样 那然后呢 就是 那我现实中会怎么做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 正方进一步向下做了压迫 正方就往底线讲 他说行 你就行 就是你这个绿镜 对吧 就是你这个扭曲 就是你这个带着绿设 我走到底 就是没事找事 我没有事 我以为有事 我打算跟家里大吵一下 我有机会把我的这种偏见暴露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 就发现这个问题 都有可能解决问题 你那个问题不就是有事当没事吗 那你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假如你遇到那个情况 就是你家真的有事了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你是怎么过去的 因为我觉得反方确实总在聚焦那种 就是你家没事你在找事 然后你把事都搅黄了 我觉得那这方进一步去压迫的时候 反方是没有给出更加明确的回应 就是那 到底怎么说呢 对吧 这事到底怎么 怎么了呢 我觉得没有 所以我觉得反方的立场 在我看来是根本性的被 推翻了 就端掉了 这里面在所有的交锋中 我觉得反方 比较冒尖 最终还 屹立在 也不能说屹立 最终还冒头在这个交锋上 就是反方想了这件事 反方说 他说 根据这个 许凯文教授的 调研 当时反方的口径前后 就是 不是矛盾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 我大概理解一下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他 一个孩子 过度的 就是 把自己的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家庭 然后 放不下 他其实可能 抑郁的概率会 更高 但是这里面 由于 反方的表述就是 用了很多这种 就是让我 那你说他到底是放不下导致的 还是过度归因导致 就是他是怎么导致的 报他自由遍的时候举的那个 一个类似的数据 应该是说 我家庭中不能过多的怪对方 就是怪自己的 伴侣 或者怪自己的这个 可能是其他就是我总感觉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成功付词 就是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事情跟原生家庭批判的 就是联系是什么 当然如果按反方的例如来看 反方肯定认为说现在的原生家庭批判就是 比较过度的 可是我觉得当正方前面问你说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是 就是 那种过度的 而不是说我就是在 合理的在 批判 这个也没有回应掉这个部分 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讲出了一些 问题就是反正有一些人那肯定是过度批判 那过度批判这些人呢 他可能就有跟他概率去 导向他的抑郁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足以作为 去填补反方 利润被 消灭之后 留下的大量应该存在东西的空缺 对 它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状态 所以 这是 这是反方 我觉得他存在的这个 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回到 正方 我觉得正方的理论呢 他没有受到什么特别 打击的挑战 虽然反方在截变的时候表示说 你也没怎么展开你的 利论 确实是 强而从双方的这个 交锋来看 仿佛他 确实没有特别展开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很多的 内容 大家是 一体性的 就是他都是跟 观点相连的部分 然后 而且我的感觉是他 你说他没有特别多说逻辑 他确实是 但是他 举到很多场景里 就是在落回到他的这个 理论本身 那么第一点讲就是说 这个我们可以指出 或者改变父母的这个 观念 然后讲说 传统一些观点不对 然后我通过这些 可以让他改了改之后呢 我可能就有更好生活 我可能就幸福了 比如说这个 过过一生活的 这种事情 然后 在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反方 一般正方是怎么展开的 我觉得自由变的开始 前两个例子是 比较明显的 比如他问他说 第一个就是说 父母总说你别矫情了 这没有这些什么东西 那这种时候你怎么办 正方想说的就是 你就是要改 你就要跟他说 你告诉他 你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矫情 我怎么办 你想错了 然后你才有可能改变这个 东西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 论证这件事情 包括他就讲说 你爸爸说公务员稳定 你还考工 然后那你怎么怎么沟通 讲这我必须要说一下 我总感觉反方在自由变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想回应 正方的问题 当然自由变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很多战略选择 就是有些时候呢 包括我们看到一些 就是很多大家的学习的 范本的队伍 他也是不回应对方问题 但是这无所谓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当时 其实是比较关键性的一个 问题就是得回一手 他说没有回 那你怎么认为正方这个态度 然后在比赛行进的过程中 我总感觉 就是在前半程度反方可能对这个回应大家是这样 他说 叫什么 反思一定跟批判 就是挂钩 大家是这个意思 可能反方想讲 就是说 我可以反思 那我反思的不一定要批判 正方我觉得是有进一步的解释的 就是正方说 可是那你不批判 你父母就那样讲 你反思有什么用的 你反就是我觉得 其实中间有一层 交锋 对就是那个 二轮质询的时候 正方问反方 父母把你当小孩 怎么办 反方大家就说可以反思 你反思之后怎么解决 他说 大爷就是说 我了解到这是父母的问题 或者怎么样 正方说对 你了解到了 不是你的事 是你父母的事 但是父母就问你当小孩 怎么办 然后这时候反方说 去沟通 然后正方说对呀 那是不是要告诉父母说 你想错了 我不是小孩了 我已经长大 我这个孩子 你 那样怎么样 然后这时候反方说 那这个沟通不一定是你的批判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当时 正方给出的就是一个我觉得符合他的就是旗帜鲜明的告诉父母你错了 也没有 他甚至没有去过渡到什么说话的艺术 他就说旗帜鲜明的告诉父母你错了 你这样做不对 这都不叫批判吗 就是 你指出父母的问题在哪儿 并且告诉他你错了 这都不叫批判式的沟通吗 过着沟通中的批判吗 难道一定是那种说 就是 你错了 你这样做不对 我跟你断绝父母的关系了 再见 肯定不能是这样对吧 我觉得反方也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就是 当正方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就是讲了你的反思不能解决问题 我批判怎么解决问题 那怎么说呢 对不对 我的感觉就是 他讲出了 批判的必要性 有用性 在这里面确实是有用的 因为他要延伸到进一步的沟通 去解决这个问题 反方还有另一层的 回应 这层回应是什么的 就是反方去说 既然你不说批判是不可替代的 那我就要讲一讲 他有 副外部性 什么叫副外部性 其实就是说 所谓给 就是带来的不好的影响 副外部性 然后 他的副外部性 大概是讲了这样两件事 他第一个就是说 这里面会有一个目的论 就是如果你抱持着批判的思想 你就会有一些预设 就是你的预设就是 父母做错了 其实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需要一定论证的 但是基于正方对反方那个前提的 我觉得只是削弱并没有彻底性的推翻 那我可以认为在有一些网络环境中 这个批判就是带来预设的 先认为父母错了 然后再找错 对吧 就进入一个挑刀模式 他说呢 你会有这个什么这个目的论 像法拉姆孝一样 然后 但是他最终的弱点是 会影响那些没问题的 家庭 那我不明白 就是还是那个前面的问题 那反方对于有问题家庭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你认为脚往过正了 还是脚往必须过正 就是你有什么态度 另外一个就是回到前面那层 就是你的父外部性 靠落实的话是需要你在网上的言行 跟现实中的言行一致的呀 那这个一日性反方是怎么解决的 就是当正方明确提出说 我网上这样说 我情绪宣泄完之后 我没气了 我回家可能就能好好说了 就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然后 这个外部性 这是第1个外部性 反方讲第2个外部性 讲的就是说 本来家庭和幸福被切断 这个点呢 那你的前提肯定是 你是没有问题的 家庭对吧 然后家庭问题被切断 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是对啊 为什么会切断 那正方我觉得也给了积极的回合 所以 所谓的这个 富外部性 就是虽然反方总是在强调说 那如果方法大家都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讲出你这个有富外部性 是不是我就成立了 那你 我觉得没有证明成果 在这个比赛中 其实说白了 这两个不就是反方论点吗 对吧 你反方就是想讲有这两个论点 然后你说这是他两个富外部性 就是这样 所以 我觉得就是 那对正方提出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正方也讲了他大概怎么 怎么运用 那反方提出的这个对于这个部分的攻击 我觉得没有 有效的打击到正方 然后正方第二点讲的就是说全面的认知 自我提供一个什么 认知新视角 这点后面也没有 也没有怎么讲 约等于没讲 所以呢这点不记录最终的这个 胜负平派 对 所以整体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相比于反方 正方比较好的维护住了几方的 立场 而且在比赛的交锋中 我觉得是更加积极的解决掉了很多 在对攻中需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交锋中也有一些优势 那么这个呢 就分别的体现在这个我的音响票和这个环节票中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这个比赛里有一些 细节 我说出来供大家分享 第一个我就是反方讲那个 数据我感觉他有一点 拼图辩论的感觉 但是这个呢 本来我想就是 所谓不告不理 就没人说呢 就拉倒 就是反方 觉得这样 两个他就 他第一个先说 仁大作的那个 调研里说现在网上大家在这个 控诉父母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又说 但是其实现状下面 父母是非常乐意沟通的 然后他讲说这个90后的父母怎么样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你讲的90后父母应该是 90后当父母的人吧 因为后续当正方挑战到这一层的时候 你后面 这个正方挑战到这一层的时候 反方也没有人说 不是 我们说是90后的孩子的父母 没有 那你讲的应该是90后当父母的 这不是人 我觉得这两个数据中存在比较明显 就是错位感 你前面讲那个 人大调研2万条语句的那个 他面临的是多大年龄的人 虽然我并不认同 正方说的说90后父母的孩子还不会上网 怎么就 不会 不会上网 那现在小孩有个六七岁会上网也 太正常了吧 对吧 我有一个90后的 队友他结婚了孩子快两岁了 我觉得到三四岁他小孩会上网 这也挺正常 当然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加入什么豆瓣小组 去讨论原生家庭的问题 这个确实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数据之间 嗯 能说明一些什么呢 就是怎么把这两 两群人对应到一起的呢 反方也没有做一些趋势性论证 比如说 父母越来越开明 但是 然后咱们那个原生家庭批判越来越泛滥 就是或者越泛化越来越那个 没有意义等等 你也没有做这样趋势性对比 确实反方讲了什么 父母越来越开明 那原生家庭批判将来会怎么样 会不会随着父母越来越开明 大家越来越不批判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第一个我觉得厂商大家值得去商榷的 地方就是数据之间彼此怎么配合 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样的就是要说回来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质询环节 我首先呢 个人审美偏好上实在是觉得 没有必要质询环节即时结束了 就一定非要说 那么一句 尤其是在本身这个质询环节过程中 达别方就不占优势 给人有 有一点就是在杠的感觉的时候 如果一定还要接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让人明显的感觉就是 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是要杠 就是非要说那一句 而且很多时候那句话是减分的 当然了我基本不把那句话 记录到 就是胜负评判中 那个里面来 但我实在觉得没有必要 就为什么非要说那一句 就能 能有什么用 当然这是个人的偏好 可能就是在很多时候 他就是一个战术 对吧就是我就要说一句 让你 让你烦一点 就是你就觉得 心里面不舒服 可能接下来发挥就不好 也许是这样 我不是说今天的正方或者反方 但可能有些对方他就是这样的 进行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在质询中 但是这个跟就跟胜负的关系 可能离得更远 我觉得在接质询的环节 就是 由于变手过于优秀的时候 总是在揣测对方要说什么 然后就总是想赌对方后面的那句话 赌得很艺术 很好的 咱们看到我很多优秀的范围 是很 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痕迹过重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跟截变 是一样 就是你可能知道很多优秀的截变 他那个优秀的那篇截变陈词都是稿 但是有的人就能说的特别自然 就是像跟真的一样 跟现场真的临场一样 有些人呢你就感觉明显是 他在被稿 然后关短上就会有 差别 但是这个跟胜负可能关系不大 有的可能认为很重要 我实在是觉得大家接质询的时候 如果你 你会 你就说我会 你不会呢 你就说不会 你 觉得是 就说是 你觉得不是 就说不是 我觉得没有必要进入一个 就是对方提了一个 就是你想这个场景非常的荒谬 提问方提了一个问题 回答方的意思是 你方需要论证 可是他在问你怎么想 然后你说你方需要论证 这也太奇怪了吧 尤其是当比如说这个 假如这个时候 提问方就是进入 就是很霸道 或者感觉很蛮横的 结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还差不多 但是他很认真的 在探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 他在问问题 他问你怎么想 然后你说我的想法是你需要论证 那你就说你的想法就完事了 这有什么 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确实 没有办法理解 尤其是当在后置环节 比如能明确的捕捉到 这一方的 对这个问题有明确态度的时候 就更让人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不直接回答呢 对吧 挺奇怪 但无所谓 就是个人设备偏好 无所谓 就是也可能我说其实不对 对吧 若干净后 大家这个 梳理辩论史 会发现说 其实 这样做才是更好的 一种方式 然后 第三件事 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 很多时候 就是 大家可以试图将交锋 更加的 集中和 迫近一下 这个 变体中关键的 内容 这个我忘了是不是在咱们这场比赛里 上午说过 因为这两天平的比赛有点多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提的问题经常是一种 他一定是这样吗 他的答案就是他不一定是这样 但他可以是这样 然后大家总是 试图经由 他不一定是这样 然后走向一个 他一定不是这样的结论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 就是你当然可以去提说 他不一定是这样 这样的问题 但你提完之后 我觉得你要明白自己的结论是 那就是都有可能 你是不能试图去得到一个结论 类似于 所以一定不能 这感觉就像说 比如我能不能跟陈灵岳 在一起 对吧 对不起 我已经结婚了 假如我们俩都单身的时候 我能不能跟陈灵岳在一起 就是他 可以 也可以 不 我们可以在一起 也可以不在一起 但是 你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所以你们俩一定不会在一起 或者 你们俩一定会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结论得不出来 你只能说各有可能性 对吧 所以我说 每当像这种问题的时候 就我很会变着急 就是我觉得 你问了一大堆 其实拿不到你要的结论 因为你要的结论太强了 但是你问的问题其实很弱的 就是一种小马拉大车 对吧 希望大家下回换一些更强力的牵引工具来 你换个大型的拖拉机 牵引车什么 都比较好一些 当然这个也是 就是我 可能个人身为偏好 因为质学里面有很多的不同杂法 在手制也好 二轮质学也好 有些战术安排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听这个比赛的时候 跟大家想分享的 一部分内容 对 嗯 好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以上就是这张比赛的评判 然后这个面题呢 我觉得还挺值得去思考 还是一个挺给人有感触的题目 感谢我们双方的外边手 大家辛苦了 感谢谢宇先生 下面有请 赵阳兴宇先生 有请 请你好 我先劝一下 请问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您的声音很清楚 请发言 非常感谢 那以下是我的数票意见 跟谢宇学长相同的 类似的我就不说了 因为最后你越是要发言 那我就呃 直白的讲出我的平安标准 我应该也是三票归一 归在正方身上 那我一下讲述一下 我整体的意见方向 首先第一点呢 我会觉得 呃 也那些以上 最后他讲的意见说啊 其实我在正方质询的时候 给反方扣了分 因为我比较不理解 在现在一个技术动作就是 就正方问反方说 那你想不想否认原生家庭 就是对人有影响呢 然后反方的节制的时候 明显就非常刻意的 我觉得甚至是刻意的去躲闪 就对方问 你可以接受这个诚实吗 那我觉得你 那我们就说 呃 我不接受 就是我认为原生家庭毫无影响 要么就说 我认为有影响 但很小 你看这两者都是一个态度 比较鲜明的 的回复 就是站在反方立场 可以给出态度鲜明的回复 那反方就偏要说 而我们在原生家庭 这个定义上存在争议 就是 就让我感觉 然后就导致正方必须要再用一个 啊 那现在很多人 童年 如果父母缺失 会自备而敏感 然后再去证明 然后最后呢 这个反方还要说 那你就不能是决定的 问题 人家正方就没有想要决定 就是正方就没有想要决定 他就想要重要论 那你反方到底对重要论 这个点是怎么样态度呢 就是 我会觉得说 如果 反方同学是一时的这个思维 就是当机了 就是需要时间回忆 需要时间思考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 仍然需要提高自己短期的反应速度 那如果这是反方的 计算术策略 想要拖延正方时间的话 那我只能个人表示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技术 我个人是不赞成 就有点像那个表情 包括一个大雄的表情 就是 就把我们叫来这里 就是为了这种事吗 就是 就我感觉就是 他同样的 也会遭致评委的一些 一些不满 因为这个显得 就是太过刻意 且不诚恳 那我个人其实是 不太愿意接受说 这样的攻防模式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小的问题 然后呢 后来就是双方就基于这个展开了一些 一些攻防 那谢雨显讲过 我不讲 我讲一些 我看听到的比较 比较核心的 就是 其实在反方三变的秩序里面 我听到反方 从这里开始 双方就开始也输 却对攻 但这里呢 正方的 那个有一轮防守 我认为很漂亮的 就是反方举了一个 家庭因素对人成功 并没有决定影响 就我记得是10%的数据 然后 这个正方的另一个反应官说 你这是美国的数据 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家庭模式呢 很明显不一致 然后呢 中国家庭特点 有它独有的 比如说结构性 宗族性 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这轮反驳是确实是比较成功 就如果你问我说 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的数据 能不能类比 我觉得完全不能 因为我们做文明学研究的 就是中美的文明差异太大了 就我觉得在这种家庭问题上 是不能类比 所以那轮我是比较能接受 正方的反驳的 但我可以接受反方后面的打法 就是他要求正方去论证 网上都是理性批判 当然这个论证业务 肯定是相对的 就是反方要求正方论证 网上都是理性批判 那反方相对的肯定也要多论证 反方是网上的比较多的是非理性言论 那这个我觉得是成为双方 后来争执的核心战场 但这个战场 那有没有打清楚呢 我觉得是没有的 就是首先对于反方来说 这个是一个组合式的论证 就是你看 但是呢 首先中美的这个东西 在这里我觉得比较核心 也被挑战掉了 然后后来 这个反方呢 又给了一个这个论据 就是说中国这个一个家庭报告显示着 高压状态 90后的父母 就是明显比70后80后要弱一些 但是呢 这个正方最开始也没反应过来 但正方三面小姐也反应过来 我其实跟信息学上这里有点不同 我其实比较能接受90后的父母的孩子 还不太能上网的这个言论 可能是我是因为我的年龄 刚好在90的这个前头 最前头 所以我大概看一下 我周围人的这个生育状况 我感觉就是他们的孩子 应该还还不至于到上网 去批判他们的地步 就批判我朋友的地步 就是换言之 我是觉得当然这个90后的孩子可以上网 但他现在十几岁 最多 你看比如说我们假设 到23岁就生孩子了 那现在就是孩子又十岁 就我觉得他不太能成为现金 就是反方想要拿这个例子论证的 现金互联网上批判 原生家庭的主义军 那我觉得至少应该也是80后 我觉得没到反正方说 那个70后那么远 我觉得至少也是80后 就是那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反方就没太能正成 然后双方的数据战的争夺上 就是这个反方呢 给了一些一些数字 比如人民大学的这个新闻学院的研究 但我也不能直接说 他新闻学院就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反方 这个统计的一些数据 然后正方呢 给了一些情景 就是说老组员归券新组员啊 然后比如看到一些这个家庭很不好的 那我就意识到家庭我多幸福啊 等等等等 那听到这些我就觉得说 在我自己的判断下 我觉得讨论不清楚 就是我觉得现状我不知是如何 就是我觉得说 因为我自己作为平时来说 我其实对于数据战的工房的接收度是比较低的 就当双方都举出数据 或者举出一个研究成果 我坦然的表示 我作为非专业人 我不能够判断 那当然我作为非专业人 其实我认为某种上 我也 我可以判断 但我不应判断 就是不应该介入场上的判断 所以最后得出 导致我一般对于数字论证的 这个结论是比较低 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有他没有 就是那我会比较强的接受 但是这场比赛很明显不是这样 就导致正方很想要的 而反方很想要的这个现实战场呢 我认为就没完全挡下来 但当然相对来说正方也没完全挡下来 但正方呢 我认为他的优势在于 他很强的 其实我觉得跟上我判断的方式是一致的 我觉得正方很强的去 构建了很多的语境来试图去讲 比如他就说 在质询 他就是那父母 有些这个太跌位的 当然他本身就是跌 但是他太跌位的 就是说 本身你什么都不懂啊 那你要反思你要怎么做 然后 而这时候这个反方就说 这个我要了解父母啊 要沟通啊 然后正方立刻就说 那你是不是要旗帜鲜明的 去跟你父母讲出他错了呢 然后去跟他对立呢 那这时候 这个反方说一句对 那我不知道这个对 是指了什么意思 然后立刻就被正方抓住说 你看这是批判的 批判式的沟通啊 等等 就我觉得反方在这里 就缺乏那种 反构筑情景的认知 比如反方正常 是不是应该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让父母看到 我是真的就是 比如说有收益 然后呢 能够赚到钱的 那这个时候 请问父母会不会比较能够支持我呢 就是类似的情景 因为你看 面对这种 结问 其实 基本上只有两种解法 我觉得 一个呢 就是反方说 你会更进一步的激发对立 然后这个对立会导出一些不好的后果 那第二种就是 像上午的 这个反方说的 就是 这个是无解 就是反方上午应用那个老太太上车里 就是这个是父母的观念 心态 这个导致 他无解 就是他不是不爱你 他是 只是说他没跟上时代 没跟上这个思维 那你这时候批判他有用吗 就是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 那这两个我觉得二者择一皆可 但是呢 今天的这个 反方呢 偏偏二者都不择 我觉得就 在我这里呢 我就觉得构筑情景下 就会很弱了 然后就导致了 另一种连锁的反应 就是 政方很顺利的 就把旗帜鲜明 跟批判 做了一个很强的 对立 所以你看 他在下一轮 他就说 那你会不会戴上有色眼镜 那 所以你看批判就能带来更多的表达 那这里 这个 反方也没反驳 那我觉得 如果这样 反方应该 立刻回驳 应该是错 批判带来是更多对立 而不是更多表达 对 我觉得你就 坏了之 你要把表达 再往表达那里再退一步 我觉得才可以 但政方 反方也没做 就是 那我就导致认为 反方在这个语境构建上 相对来说 就 比较弱 那更进一步 就是政方在小节阶段 他就说 你看 他说 当这个旗帜下面表达 一旦构建 其实就很麻烦 但我们仔细想想 政方在 立论阶段 包括 一直以来对于 这个定义的解释 他都是说 行动上 态度上否定 行动上斗争 但是你们发现 就是 很多时候打到这里 行动上斗争 已经不太出现 就是 政方讲的更多 就是态度上否定 那我觉得这时候 反方应应该 主动观点 请你 比如说 如果说 如果反方可能是这样讲 比如说 那请问 有没有可能 旗帜先明的指出 然后表达 我对你的理解 就 我旗帜先明指出 你错了 但是我表达 我可以理解 就是 或者没有可能是 态度上否定 但行动上 我不斗争 不打倒 而是团结 就我觉得 有没有种可能 就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但 但这个反方呢 也没有问的 这么鲜明 但一旦旗帜先明 被 政方拿到 那反方当然是很难打 意味着 政方有立场 反方没立场 反方就随波 有随进 那就反方当然就 就不好打 然后 当然我觉得 在这里呢 这个包括说 其实反方后面 也有很多 构筑一件空间 比如说 反方在自由变 曾经说出 就是因为政方当时 举了个公务员例子 反方曾经说出 那也许别的职业 我们发现 收入也很高 你看 反方经常的方法 就是喜欢用种 很直白讲一个道理 你看反方 这个你截辩 还说人家说大白话 就反方就很喜欢讲理 他不喜欢动情 就不喜欢让评委 也不想让自己动情 就是他不太喜欢 构筑一个语境 让评委能够带入 那个语境之中 包括反方在截辩说 那你批判父母就放弃了 那触手可及的幸福 那我当然知道 放弃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那有没有可能 能够通过一些语境 或例子 让我真的感受到 他放弃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以及放弃了触手可及幸福 的不好之处 的悲惨之处呢 就是那些悔不当初之处 就没有 我觉得就是该动情的时候 就我想要去理解你的时候 就果然是只有 就我觉得 就比较麻烦 我觉得这里 其实反方在 这个问题上的 一度的劣势 就导致说 正方很强的 构筑了他的语境 但反方有没有 优势的地方 我觉得当然是有几个的 但他没有作为盛事出现 比如说 反方其实很早就在 反方三变质询的 所以莫尾抓住了 我认为正方一直以来 这个很大的矛盾 因为正方有个点 就是网上的发泄 然后到线下就更温和 但这里带来几个问题 这是几个矛盾 一 那如果反方的利好 是建立 正方利好 要建立在网上发泄 现实温和 但正方在很多时候 说网上数据的时候 又说大家很温和 那到底你网上发不发泄 就是 然后呢 当然 这个反方在三变小节拆了 就是反方说 那你网上批判 那你现实懦弱 你就达不到利好 你看跟我这个有点像 就是 然后 就是 我觉得是有点像 而其次 就是 你看这里是说的是 网上发泄的矛盾 第二就是 现实温和的矛盾 那如果 正方称倒是 像是温和 那正方从中后段 当正方三变开始 主导比赛以后 基本上说的 都不是现实温和 而现实中 要旗帜鲜明的 表达立场 就是 那你会发现 在现实温和这里 正方也矛盾 所以正方这是个 前后都矛盾的东西 但是 反方我觉得 对这一点攻击太少 第二就是 反方在 自由变最开始去 去攻击定义 说那批判资本主义 批判男权 这一点 谢绝尔刚才也讲了 但是我会认为 那从逻辑上 反方停在这里 仿佛是一个嘲讽的口径 但是有没有可能 应该问一下 正方 比如说 那些更对立的 更强烈的表达对抗的 那些批判 你方要不要 还是你方想象上 我方这个说的 就是 真的批判 就是 我觉得这里可以 攻击一手 第三个呢 我觉得反方 占到优势是 自由变最后 就反方 当正方开始 讲远离的时候 反方就说 远离跟你这个 持方有什么关系 就是 然后 因为这个 包括反方的最后 义政田就说 那你不说那几句话 你就不能走吗 就你不骂 你几句父母 你就不能走吗 你想要离家出走的话 但是这个点 我没有完全的判给反方 原因是因为 其实骂的那几句也能走 那至少能解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利好 是双方的 但是我不能接受说 正方又说 这个利好是他的这一点 但是呢 这个政府 反方拿到了这个利好 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用 因为反方 在之前一直的口径 就是 就是我要沟通 就是我要去沟通 就是 那这个其实 但离家出的 很明显是不不符合 这个沟通的 这个 这个语境 所以 反方 其实我觉得后半段 很多时候 就是建立在 他的很多论证的 补完 要建立在那个 家的幸福的阻断上 当然 对于这一点 正方没有反驳 就是说 正方没有反驳 那你家庭就永远不能批判 对吧 就反方 其实这个 隐隐的这个价值 有点透露这个意思 就是家庭的 幸福 你阻断了 你亲手伤害了 这个 什么 就是什么 触手可结 幸福等等 等等 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 其实对于 正方在最后的价值 就深刻 因为正方 其实这个也不是 他的几遍说 他在三遍的 这个地方 甚至二遍的地方 我其实就有听到 就是说 他说很多幸福 是吵出来 就是说 就很多幸福 就吵出来 你看很多这个家庭 那就是吵吵闹闹 然后等等 就是 但我是觉得对于这一点 就反方从始到终 就没有进行任何的触碰 就是 但我其实觉得这一点 在我听来 我只能说我直观的听感 其实蛮刺耳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就是如果我是反方 我可能会直接去攻击这个价值 我说 那其实你的意思 不过就是 那家是吵不散的 那父母的心呢 是伤不透的 就是这样吗 那我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行为 那实际上是可以被解读 一种肆意 就是你觉得父母总是爱孩子 所以你就可以肆意的去批判他 攻击他 然后冠以 幸福都是吵出来的名义 只是因为你知道 就父母不会抛进 就你可以抛进父母 但父母不会抛进 那我觉得 别的说 如果反方能给予 正方价值这么强烈的攻击 特别是正方这个口径 其实在很早就出来的情况下 至少 我不敢说 我就会投这个反方引奥 但至少在价值点的倾向上 我将完全倾向反方 但是呢 这个反方就没有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 整体来看呢 反方在语境构筑 这个逻辑攻防 和价值点的碰撞上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挑战到 就没有根本性的 挑战到这个 今天正方 在整体上 给我立住的东西 然后正方呢 在整个的 比如说语境构筑啊 然后逻辑勾连 就像情质鲜明 怎么勾连到这个 批判上面 等等等等上 我觉得做的 很明显是比 这个正 这个今天的反方 就是立场的反方 要做的更加好的 那因此上呢 我综合整体呢 我就会将我的整体倾向呢 更加倾向给正方 那最后呢 我讲了一些 因为上午说了 就是我们会简单谈一下 对这个变体的理解 当然领域还在等 所以我尽快 其实当时 乍一看到这个变体 其实我 当然大家可以听完以后 大家就 最后入座一下 看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有没有这些思路 或者 本身你自己处于哪个思路 我其实觉得这个体 就是一个 讨论更幸福 更不幸福 就是一个真假归因 就是更幸 就是你看 我们先说真的部分 正方更幸福 我觉得他说 为什么真是真 就是原生家庭批判 为不为真 和为不为假 那为真呢 正方的意思是 你找到了正确的归因 你就更幸福 因为你终于知道 自己的悲惨 全部大概率 或者说相当程度上 源于了原生家庭的批判 那反方为真要怎么打呢 反方为真就是 更不 为什么更不幸福 因为一旦证明了 原生家庭 真的影响了你 那你会陷入一种 一种矛盾和一种思想中 就是因为原生家庭 是无法改变的宿命 所以当你真的意识到 它是真的的时候 陷入一个巨大的怪圈和轮廓 因为你改变不了它 即便你离家出走了 你也改变不了 你的原生家庭 你将后面半生去 是你的伤痛 这是我觉得 双方为真的时候的 大法论证 那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为假的时候的 大法论证 那正方为假 就是原生家庭 这个批判是假的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更幸福 就是你找到了一个 骗自己的理由 就我的失败不是我 就我的悲惨不是我 是我的原生家庭 那你找到了一个 可以脱罪的理由 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这个幸福比较虚幻 但它也是一种幸福 那反方更不幸福为假 那当然这个就比较直接 就是我的信任了一个假的原因 对吧 我之前的所谓都是 信了一个假的原因 被蛊惑了 就被原生家庭蛊惑了 就是被那些批判 原生家庭的人蛊惑了 所以我就信了一个假的原因 那我当然就更不幸福了 我感觉呢 今天其实双方打的或多少有这些影子 那我不敢说我这个 一定不敢说我比大家更高明 我相信 以在座双方八卫变手 以及背后一些队友教练等等实力 肯定是想到这次的方向 那我只是提供出来呢 与诸位变手 以及直播间的诸位 因为这毕竟是这次比赛 最后一场的环节了 那感谢周围 以上是我的评审 时间交还给主席与林月 谢谢周围 感谢赵阳心语先生 下面有请陈林月先生 有请 主席请问可以听得起我的声音吗 您的声音很清晰 请发言 好 那我开始了 我现在跟大家抱歉 因为我这会儿要出门 所以我现在正在车上 所以我只能在这种环境下 跟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我的看法 我前面听完赵阳学长的点评之后 我其实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很多问题的判断上 和它是高度一致的 最后对变题的那个看法就不讲 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的第一反应 就是我一直在想 正方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逃避可耻但有用 我觉得这应该是正方 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就是类似于说 人怎么能够从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当中 实现解脱 其实非常有用的一条方法论 就是这事不赖我 当你在讲这事不赖我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自己好像从其中 作为责任方的责任 就被抽脱掉了 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个信 反方其实相应的 我觉得看法是差不多 我为什么会说 对这个比赛的很多问题的看法 和状况是差不多呢 我举几个例子 但是最后的结论之所以会发生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可以归结我对这个题目的某些偏向性的看法 但我的确是觉得说 在一些问题的结论上 我会对他的优劣是有不同的判断 比如说最前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场比赛当中在后半段发生的 双方非常旗帜鲜明的关于批判的定义 正方的意思是 旗帜鲜明的指出对方有问题 那就叫做批判 但反方很明显不认可这一点 反方认为批判必须要是对立 但正方把它讲成家庭内部的批判 其实也可以与对立无关 刚才师兄讲到一个场景是这样的 他说反方可以说 我指出你的问题 但我表示我理解你 那这就不是一个批判的语境 这个和我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 我把这个判断带入到了比赛当中 以至于我并不认为 正方的这个定义 能够拿到这场比赛当中的主导权和优势 就是因为我心中存在这样的疑惑 与此同时 我觉得这个定义在这场比赛当中 也没有谁实现对对方的击穿 就正方说我们不对立 我们是家庭内部的批判 反方说这个批判你起码得对立吧 包括他们在自由变案当中 取出来的这个类比 包括他们用反思思考等等 这些上午都发生过的攻防 在对正方进行攻击 那我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定义上 我本身就觉得正方的这个定义 是有待商榷的 反方同时有相抗的定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会认为说 对于双方讨论更有价值的定义 就不能天然的接受正方这个说法 虽然正方重复的的确是比较多 但我并不认为他在这场比赛当中 通过定义的技术 获得了他在定义上的优势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步的看法 就是对于这个定义 我是非常非常赞同 前面学长讲 反方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攻击 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反方即便没有这么攻击 在这场比赛发生的情况来看 我也不能够接受 正方在这个定义上是有优势的 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那我们就比如说 我们建立一个光谱 光谱的左边是理性的温和的沟通 光谱的右边是绝对的撕裂式的 这个批判和对立 那我们暂且取中间的那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批判 那肯定是要比一般的 指出问题的沟通 要更激烈一些 就他在态势上应该是要 相对来说要 要这个这个 大家的阵营划分要明显一些 或者对立感要很强 那另外一方面 可能我们也暂时不认识 他一定会导致 这个双方之间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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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系的破裂 那就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正方对于 这个批判的定义 跟他自己立场之间的勾连 是通过 唯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解决问题去实现 对吧 就是正方如果要论证说 在这个这个批判的情况之下 能够把我们打致幸福 其实是正方认为 唯有通过批判 那才能够帮助我们 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 在自由变化阶段 得到了反方的一个质疑 就是反方说 你连沟通事过了 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更加强烈激烈的 表明自己的态度 以至于上升到批判 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正方这里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 在正方这里是没有得到解决 正方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正方采取的办法 是往后走一步 我这里要表扬一下正方三变 因为我评过他 应该算是很多比赛 而且我们在新国边交过手 我觉得你现在对于 攻防层次的把握和 临场塑造这个比较的能力 应该比以前要进步很多 我觉得起码在比赛的走势上 是这样的 但是回过来讲 当正方往后讲一步攻防 正方说问了反方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那按照你方的态度 当我们就僵在这儿了 沟通解决不了问题 请问如果你不通过批判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正方给反方 施加的一个压力 那最后就是要看这个问题 在反方这边有没有得到解决 首先我的态度是 反方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反方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但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个问题 即便反方没有给出答案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重要 原因是因为跟这个题目是有关的 这个题目问的不是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 这个问题问的是怎么样 才能让我们更幸福 所以当正方 你看我觉得正方三面 在自由变后半段 给反方扣了一个帽子 不是扣了一个帽子 是下了一个定论 就说反方你现在态度就是摆 那我们沟通无效 你方态度就是算了 对吧 要不然就是算了 要不然就是继续采取那种 无效的方式 我认为在这场比赛 反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当中 即便它是摆 其实也并不影响 反方的核心论证 为什么呢 因为反方还有另外一层解释 这个解释其实是从四变首制 就开始提的 但我认为四变首制 可能抱歉我就直说了 我觉得是因为表达效率的问题 没有把这些问题讲得很清楚 但是在自由变阶段 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二变又提了一次 就是说解决这些问题要怎么办呢 要通过社会外部环境的改变 要通过整个社会的变迁去引领他们 对问题的观念产生改变 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论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反方的底线是在于 这问题在现状之下很有可能 就是一个死局 这个问题在现状之下 就是没法得到解决 所以正方的这个问题是无效的 你追问我怎么才能解决 我的态度是他解决不了 无论是靠我批判父母 还是靠父母的主动转变 他在现阶段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所以在结合反方所将批判会导致什么呢 当你归因于别人的时候 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 你去归因于别人 会导致你的满意度的下降 我认为反方在这个层面上 在现状的这个死局的语境的基础之上 他的批判能够跟不幸福直接去挂钩 而反过来说 正方的幸福的论证的成立 是要依赖于他的批判 必须要发生效果的 而这件事情其实 你说正方有没有可能有后续的功法 因为反方一旦提到 这个社会结构的变迁 正方的利论当中 其实是有这个点子 就是唯有我们形成了一股合力 或者我们有这种批判的空间 其实才能够实现我们社会观念的改变 或者社会文化结构的改变 诸词允允允 但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跟幸福之间的距离 就没有在这场比赛当中 反方跟不幸之间的距离 所隔得那么近 在我听起来 这个题目肯定是在讨论 在当下原生批判 原生家庭批判作为一个行为 他能够对当下的年轻人 採上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讲的是 那你先批判吧 你批判了批判了 反正这社会改完了之后 我们才能达成一种 良好的亲子关系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画饼 就是当然我不是说 这个路径本身 它一定是不可实现的 或者它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未来 但我是感觉 它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行为 直接让年轻人本身感受到幸福 所以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其实大致就是如此 就是反方这边所讲的 这个原生家庭的批判行为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 在现状之下 问题很难解决的情况下 它会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糟心 变得越来越糟心 而正方如果你要依赖于 解决原生家庭当中的问题 你把主要的重点 画在这儿的话 那我就认为正方 其实是没有论证 我走到批判这一步 是有利于问题解决的 所以我会把这场比赛的 多数票判给反方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 在这场比赛当中 反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还是上我那个观点 我觉得双方对于很多 问题的讨论 其实跟幸福不幸福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比如说双方在讨论的 原生家庭对于个体而言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影响 再比如包括说现状之下 到底有多少原生家庭 是真的有问题 我总感觉跟这个题目 之间的关系不大 因为原生家庭对于个体 在客观上 是不是产生影响 是一回事 个人是不是认为原生家庭 会让我对我有影响 是另外一回事 而我认为后者 其实才是跟幸福关联的 就是我怎么看待原生家庭 而不是在客观上 原生家庭 是不是真的对人的成长 有影响 我觉得这才是跟幸福相关的 另外就是我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反方讲到 这个失焦的问题 说它会导致你没有把眼光 放在真正那些存在的问题上 而反而实现这个归因 我觉得这个事情 跟原本的焦点是什么 没有关系 因为在很多时候 可能失焦 才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幸福 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 就有可能这个问题 本来是在你自己 但你归因之后 你通过原生家庭批判 你把锅甩去了 你说这事不赖我 主要赖我爹妈 我认为这两场比赛 其实讨论的原生家庭批判 都是比较温和的 虽然大家也在讲一些 听起来很让人窒息的例子 比如说家庭当中的控制 其实在我听起来 很多的原生家庭的批判 一些比较真实 更加让人感到无奈的 不是中国的什么原生的这种 原生家庭那种普遍的 父权制的结构 或者家长的话语权 导致了对亲子的倾压 我觉得很多的原生家庭批判和归因 有些时候最让人无奈的是 它跟物质条件结合在一起 就比如说很多穷人家出来的孩子 到了大城市之中 他发现自己没有其他的孩子 视野那么广 然后感觉到自己如此的如鱼得水 然后他就开始想 那这赖谁呢 其实就是赖我家的从小经济条件不好 没有给我创造那么好的教育条件 和真正参与各种时间的机会 那这个我就感觉他的无奈感 无力感听起来要更强一些 那这一类的问题 你看跟他本来的这个问题 类型到底是什么当然相关 但他的心态到底应该怎么转变 其实也会对他的幸福去造成影响 所以我的感觉是 双方如果要反思或复盘这个题目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听完这张比赛两位学长的点评之后 其实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题目 它会涉及到两个层面的讨论 一个层面的讨论是 真正的在这个变体本身的这个讨论上 其实要在每一款的讨论当中 都跟年轻人的幸福感 紧紧的这个贴在一起了 但它还存在一个真实讨论状态当中的 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双方会讨论这事到底好不好 或者这事在理性的角度下 是不是有利于我们解决问题 但它就会导致我们把这个问题的判断 跟幸福之间脱钩 所以就会导致在不同的比赛场次里面 我觉得就是我 我觉得都是听到了不同的评委 觉得某一方会 所讲的东西 其实没有跟最后的那个结论去挂钩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 比较需要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真正要论证的东西 是跟变体当中的哪个 关键词相勾连 并且以它为弱点 如果这些问题没想清楚 我觉得所有的辩论都会变得很模糊 就是会变成它好还是我好 它坏还是我坏 可是好和坏的标的到底是什么 它最后作用到的那个关键是什么 其实是来自于变体本身的 但是它却常常被忽略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反思 可能对于双方 更扎实的踩准自己的立场 可能是有帮助的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感谢陈灵岳先生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各位评审填解第三轮商讨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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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正方代表队的三辩张志仁同学 恭喜您 下面 我将为大家宣布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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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组第二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陈灵岳先生投给了反方 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是2比1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是 正方6票比反方3票 让我们恭喜正方代表队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感谢本场比赛的八位变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下一场比赛及复赛ST组第二场的比赛 将在稍后进行 请各位继续关注